各位朋友,我是吴忠诚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吴忠诚造船厂 今天要讲到一个东西 我之前有讲过说我们造船 而且也绣过一个图画 这张图 因为这张图很清楚 但是我这次绣的跟不一样 这本书叫原始艺术 也就是各个原住民 它的工艺美术这方面 所有的工艺不是只是艺术品而已 像比如说你的食衣住行玉乐 全部都是工艺品 还有美术也是在这里面 刚刚讲食衣住行 这个少数民族 不是少数民族 也就是一些所谓的原住民 比如说原住民的房子 这样搭建的 像比如说南岛的甘蓝寺建筑 等等等等 像这个这不是一个房子 这是捕鱼用的 我曾经在有一集 我介绍过那个集鱼器 水中集鱼器 那个有兴趣可以 我放在下面各位有兴趣可以点开 如何做这些东西 在我的这个武中城冒险学校里面的课程都有这样 单元课程 那这个我曾经讲过 我们来用亲手坐一个这架船 那当然这个 我看到很多的作者 这个作者他在这个地方 他也写错了 写的不净正确 不能讲说完全错 是因为他把这个东西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单边独木舟 实际上这种船旁边在加小船的 或者是两个船体是一样大的 这种东西都叫什么 都叫做双体船 双体就两个船体的叫双体船 各位可以看 这边是有线图 然后这边是实际东西 实物 那这个双体船非常微妙 全世界的海洋这么大 可是为什么这个双体船 同样是南岛民族 南太平洋岛屿民族 从台湾一直到那个巴布亚 巴布亚新极内亚 澳洲下去那个地方 这么长一个海域 就太平洋里面 都属于南岛民族 所谓南岛民族就是南太平洋岛屿民族 那为什么只有那个 靠近那个巴布亚新极内亚 就是就是那个澳洲在下面那边 那边的民族才会 才会用双体船 菲律宾印尼通通都没有 在那个台湾 南嶼什么 他们用的船 同样如果都是南岛民族 可是他们的船体的形状的 设计跟制造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这就非常有意思 都是在水中航行 为什么那边的人发明的 会发明双体船 双体船 那你可以看 这边还有照片 那我是讲这本书 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里面的 那个文字上面有错误 所以我特别来提起来 双体船 就是船旁边有附加 有的时候是附加一个 有的时候是两边对称位置 另外一边也加一个 很像那个大中小的小那个字 你看这双体船 你看这双体船 双体船有的上 上面还有帆的 加帆的 这边就有 这边有线图 看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线很细 反正就是这样子 这是单体 就是一个 它就叫做没有外边架的独木舟 然后是双体 所以是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那个架子 那而且这个两边的架子 那个旁边只是浮沫而已 那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要增加这个船的底盘的那个大小 那因为你把它加大之后 你上面可以用边网子 所以人在上面可以行走 也可以载货 因为这种船吃水很浅 再来就是单边的 这是双边都有 那这是单边的 那另外一个是双体 完全两个船体是一样大的 像这样子 像很多帆船都是这样 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它中间用了那个木板 用那个木头给它绑在一起之后 上面可以用网子 甚至于铺那个 最多的是用网子 因为网子它那个水可以 那浪打上来之后 可以漏下去 而不会用板子 上面东西不会被冲走 你如果说你有 你有任何货物的话 你用绳索把它绑在网子上的话 都可以载货 这东西叫做双体船 这边它把它翻译成叫做 单边独木舟 双边独木舟 悬外单边架独木舟 全部用独木舟来命名 是不恰当的 这种船型 就是有两个船体的 就叫做双体船 哪怕旁边那个船体 只是一根粗的木头 单边或者是两边的 或者是另外一边是一个小船 因为那个小船如果也是船体的话 那上面也可以做人 也可以划 那如果是两边都有 那你就可以说 那个主船上面也可以划船 然后旁边边周也可以划船 那如果是三个船体并排的时候 那都可以划船嘛 那就增加它的行进速度了 再来就还可以加上帆 就可以做成帆船 帆子种种就是什么 就是吴中城造船厂 里面会跟各位一起来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报名 那个我们收费的 收费课程 我只是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最喜欢介绍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我们是刚刚是左营区 蛙人村 是海军的眷村 已故的海军眷村 有的人觉得说海军眷村文化 就是一定要介绍江军村 要介绍什么东西 我要介绍的都不是那些东西 因为江军已老 那个军眷也大概都行善了 现在应该要来这边玩 应该你要玩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玩的是你能够深入进入 进入什么 跟海有关系 跟船有关系 跟这些技术有关系 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些东西 带回家做纪念品 然后甚至于你还可以做某种实验之后 你会得到一些非常充实的一个智慧 跟这个经验之旅 以上我曾经跟各位分享一下 双体传 谢谢